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职榜中信兄弟近日爆发连串风波,球员疑似喝酒打球,陷入逃色纠纷等,根据近周刊报道,这波风暴似乎还未平息,连Lamago桃园队的杨耀勋也传出经常喝酒,年花惹草,杨母甚至还曾说,你不要以为我都不知道,你不可以这样。 报道指出,杨带刚日前和妻子谢婉容陪父母去吃高档涮涮锅,期间聊到杨家大哥杨耀勋,谢婉容当时透露,有记者向他说大哥杨耀勋要注意,不过由于他和杨耀勋不愁,因此没多说什么。 随后杨母边吃边谈到杨耀勋的惊人内幕,她表示杨耀勋最近有空就回高雄,没再喝酒的,杨母还表示曾对杨耀勋说对,所以我就跟她说,没怎样的话,不要出去喝酒。 我就说,杨耀勋,你不要以为我都不知道,你不可以这样。 谢婉容当时问不可以怎样,杨母回,不要在外面年花惹草啊,就不要出去喝酒,花仙酒地。 杨母还强调,要杨耀勋向弟弟杨带刚学习,你不懂得控制自己,向带刚我根本不会担心,我叫他少喝酒。 谢追问怎么知杨耀勋会喝,杨母则说,我自己的小孩我怎么不知道。 谢婉容则对杨母提醒,之前球迷都在说,杨耀勋和球迷太接近了,杨带刚也曾说大哥应该不会这样,杨母也感叹我跟他。 杨耀勋说,我三个儿子,你给我烦恼最多,他不懂得拒绝,他不会保护自己,所以我就直接讲,你做个大哥的榜样。 感谢观看